每年都會獲社署 整筆撥款超過3億的輪社輔導會 他們的管理層早前就承認計錯數 而請多了人 需要提前和部分短期計劃員工終止合約 社署說會就機構提交的財政報告 調查這次事件的起因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日前說 大約有60位輪社輔導會的員工 受事件影響而被提前終止合約 社署說輪社輔導會確認會為這批員工 提供大約30個空缺 另外也有超過10間的社福機構 表示願意吸納其餘的員工 署長葉文娟說 社署會要求輪社輔導會 在10月底前提交這個年度的財政報告 和明年的財政估算 以檢視機構的營運 就著這次的機構 其實他在上一個財政年度交的 修聯財務報告我們都有檢視 當時他的財政都是有充裕的一些儲備 去到應付一個問題的 但最新我們會看回他1617的財務報告 到今年10月底前必須提交 有了報告之後 我們會仔細去到檢視 被問到會不會有進一步的懲處 他說要留待獨立委員會調查完畢之後 根據相關建議再作討論 Live TV記者陳文勇報導